各位朋友各位菩薩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 那麼阿彌陀佛 今天是 2016年12月12日 上午11點44分 中華民國106年 我今天無災就晚一點用 無飯的過無不食的 解 我們繼續看晶體分析 這個 一樣是用這個 雪如老人專輯 我們本來在參照 其他網路上的兩個 版本 對照 主要我們這個是參照這個 好我們看已經複製過來了 上一次我們講到 晶體分析的這裡 不漢格 好這比較難啦 溫習一下我想不用溫習你直接看上一集就知道了 他說講晶者必先想起 總 總體和分佈的結構 總觀或者分場 來看一下李明老的這個你看他這個 這就叫大綱模式三四有給大家看過檢視裡頭的大綱模式 對不對 等到我們講完的時候我們大概也會存現他這種大綱 你看他這個當然沒有退位 甲下面還分乙 然後甲一甲二 整個內典講錯之間主要就分甲一 甲二甲一下面再分乙有六個 這個就叫 節次分位 是屬於甲的部分還是乙的位置 隨便補充一下 所以我們 講經者就像看那邊南老居士的這個 內典講錯之間就也是要知道先看到他的那個 總體的和 分場 下的這個結構 那這個標點我已經重標了 這樣標的話比較容易理解文藝 標點很重要 批鶴導款而不古雜 兵主虛實而不漢格 你能夠這樣總體的和分佈的都給他分析清楚之後呢 批鶴導款就不古雜 兵主虛實而不漢格 這個上一次好像也提過這個可能比較難一點可是兵主和虛實應該很容易吧 兵主就是兵漢主嘛這叫什麼 這叫 天智佛祝法 原來一定是 省略了連結詞和 兵漢主虛漢實 兵漢主虛漢實 類似這樣 這就是我們天智 天智的還原 兵誰是兵誰是主像那個甲就是 主人嘛 主人下面帶的賓客 他比較是主要的 那比較實際的當然就是 如果以甲子 以這樣看的話當然甲子比較實際 以是比較虛的 我只是舉個例子當然不一定是這樣 虛實主要是講他內容 哪些是實講哪些是陪襯的 或者哪些只是 不是那麼重要的重點 那漢格這都是 智慧能力的 那個 白話應該還有這個詞 可是未必每個人在尋過漢格難通 漢格本來就是抵觸 然後 有點類似矛盾的意思 矛盾 衝突 等等 來我們查一下字典就知道了 好 念漢你看 這個字明明右邊是念甘 天甘地質的甘 為什麼念漢呢 我們講過 戈科赫是一族 G7C是一族 是不是 G7C戈科赫 原來旁邊念甘 他只不過這時候轉成漢而已 所以你看那個念甘的還有另外一個字也念漢 流漢 甚至 匈奴的君主叫大汗 其實就是這個 同步也可能會轉音 漢格難通 漢格不通 漢格不入 漢格不入可能還更容易聽過 漢格就互相抵觸 他講過 對不對 甚至講彼此的性情 或者兩個人相處的不好 這包括人事都可以講漢格 這裡就講事 因為講真是講 經 意裡頭的事理 只要你這個 總體部分和細節部分能夠分清楚 就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那你看又來了 整齊的句子相對為止有相關之意 其實你讀懂第2句 就其實就讀懂第1句了 他大義絕對 差不多 不可能前面後面講那個前面講跟他相反的或 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反而是作者行文上的 不健全 所以一般作文他就一定前後都有一個有機的觀念 所以是 上下彎會幫助你解讀很重要 那第1個我們都先挑簡單的詩 何不都一樣嗎 不用講的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這個很明顯 一模一樣 是不是 那無雜很簡單先挑無和雜當然是雜 最講義 那雜最容易就是很 很雜亂 你看單字想副詞可以想到什麼 雜亂五章 可以想到雜亂五章對不對 那就很雜亂嘛 假如你這個位置可以分清楚 哪個 是主哪個是兵哪個是虛哪個是死 是不是就不會雜亂 那無呢無單字想副詞也可以拿到什麼 這個 荒無 這個白話比較常用 一樣都是單字想副詞 我們再看看還有無雜 他這裡就是用無雜 你去查詩殿也可以啊 有荒無啊什麼 他這裡還 只有青無 這有荒無對不對 那無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重生的草 其實就是 雜草 反雜 反亂 總之就是雜亂 亂無章法 沒有秩序 所以怎麼樣就不會 這個蛾就類似舊 成前起後的連接詞 蛾不會怎麼樣就舊不會 複雜有因果的關係對不對 批雀討虛 真的是智慧能力的 出卻哪裡 出自哪裡 出自莊子 這當然我以前學過 你專業知識可能不出 才不知道而已 可是像這種整齊的句子 我們單獨來看 你看喔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多重要 這個例子完全給你掩飾 從兩句來看我們回到課文 別忘了AUTO向左鍵又回去了 然後課文你看到這種整齊的句子 兩個兩個一組然後又很整齊 四個四個四個八個八個嘛 這 彼此之間有相對位置相關之意對不對 已經圈出來了 他自己裡頭還有相對位置 就像那個 兵主對虛實嘛 那類似兵就是虛嘛 主就是實嘛 你看連這個也有 主人當然是比較實在沒有主人拿來的兵客 類似這樣 那一樣 就像我們讀耳曰 未言天勇人眾整齊的句子 我們也 通過好幾次 你就要有這個靈敏性 他還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所以P就是倒 雀可能就是虛 雀雖然 白話文也有 雀怎麼樣雀怎麼樣雀怎麼樣 雀是冷雀 可是這裡可能不是那個意思 因為怎麼樣 你再回二座不通嗎 對錯問題回二座 你雖然單字想不想 那冷卻 膽卻 膽卻是另外一個不是 冷卻或者連接詞卻怎麼樣 我這樣對你 你卻這樣對我 對不對 那個卻 可是在這裡 這不是連接詞啊 P 而卻怎麼樣嗎 好像不對 我也沒叫你馬上把這個答案丟 可是對錯問題回二座 這個答案先割的 不要光這樣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嗎 不是光單字想複製 相對位置 你看 P對倒 卻就對款 我問你 最簡單的是哪一個字 就是卻和P 對不對 最難的一定是款 你可能沒學過 導班導師 輔導的主任 對不對 輔導怎麼樣 引導 對啊 甚至領導 對不對 P呢 P作業 P改 P什麼 P平啊 對不對 卻 這幾個階段 可是我問你 又來了 相對位置 再來 先 這一句話 P卻倒虛 你先抓動詞了沒 你看需要用到幾個方法 267 相互 就像我給你這個降龍十八掌 你不是 你看那個 陸鼎記 那個偉小寶 那個 周星馳拍的那個電影 最後打敗那個 陸鼎記 還是什麼 最後打敗那個大 武功高手是憑什麼 十八掌連用 是不是 不是一招一招 單獨出去 當然 再厲害的招式也被人家打敗 你要混著用 要這個 連用 靈活的去用 這裡不行再用那個 對不對 有一句話一直想不到 是不是 沒有長法 真正的高手就是沒有長法 對不對 你會這樣死板板 剛開始學我們死板板 然後靈活用 剛好這個例子很好就讓你開始要靈活 不行 還有什麼 你先抓動詞 不要 相對不死 還解不出來 單字強不死 解不出來 就氣洩投了 那其他 方法有沒有練 像我介紹給大家 我那時候學張耀元 數學的時候 傻傻的就 即使我知道這個 這一題數學要用第五個方法 我還是傻傻從第一個數到第二個 我不會 取巧 等到最後真的很熟練 第五個 所以為什麼考試可以提早交卷也是九十一半 就這樣 我被一個同學說你在哪裡補的 那個樣子到現在還深刻我的心 因為我原來 成績差誰會來問你 等到你 怎麼突然 隨便就是九十一百還提前交卷 人家以為你得到什麼 這就是開竅 你們也是 國文也是就像我那時候數學開竅 抓到要領得到方法 剛開始慢 就像對不對 我們要跳遠 你看哪個跳遠選手不是這樣 一定要先蹲下來再跳 不可能我直接跳跳不遠 你一定要先驅然後伸 你看那個蟲爬行也是一樣 一定是驅了 蛇或者蟲蚓 對不對 才會伸 那一樣剛開始一定很不熟練 慢慢磨 可是磨久了你還是要伸 你不能就永遠都是這樣驅 永遠伸不開 所以這裡你問你自己有沒有 先抓動詞 你這批一定是動詞吧 雀你看剛剛想到連結詞還不是 冷雀可能還類似 雀步 因此雀步 那個雀步就是退步 那時候可能也對 所以批可能是動詞 雀也可能 導不用講 款反正你不認識 款不認識 我們就先讀吧 導是動詞相對位置 批確實也是動詞 那也許這是什麼 同義復詞兩個都動詞 對不對 還有一點 剛剛吾雜沒有講 吾就是雜你看這種 詞彙他會放在一起有什麼特徵 通常要麻就是同義復詞 對不對 要麻就是反義復詞 反義復 類似這樣 甚至還有偏義復詞 通常最大部分都是這兩個 通常反義復詞 他其實跟偏義復詞是一類的 反義他不可能講兩個嘛 除非他中間省略連結詞 善和惡 對不對 主和兵就是反義 類似反義 那他不能算偏義復詞 因為他是兩個都包含 偏義就是偏主一個 假如我說兵主的話 我主要強調是兵 那這個主就變成沒有意思 他偏向兵這個義 可能我們用兵主和虛詞 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反義復詞 反義復詞他一定就是 省略連結詞 然後一個詞會講反義 誰看得懂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除非你要講這兩件事 謝謝兩件事讓他都連結詞 那這個呢 一樣啊 要嘛就是吾漢雜 否則就是怎樣 他就合成同義復詞 可是你也知道吾就是雜剛看到有沒有 不可能是用反義 所以不會是連結詞 所以他就是什麼 同義復詞 同義他就一定是同義 一樣啊 批雀像我們剛剛討論到這 批雀兩個假如都是動詞的話可能就同義動詞 兩個是反義的那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不知道 但是在接下來 款這個字你雖然不認得 有一個東西幫助你 什麼東西幫助你 自行結構 你看還用到第3個方法 剛才說6 7 2 第3招再來 再接再禮 款裡頭有什麼 有穴嘛 對不對 可見這個倒穴你看要倒影穴裡頭可能會流水啊 可能會通風啊 洞穴啊 是不是倒一款 導引什麼東西通到哪裡 對不對那批的話相對於導他一定都是動作要批什麼 所以你 至少你這個雖然都是繩子推得出來大概他要講什麼 可能就是 你可能回到二座對錯問題回二座 二座在講什麼作品 回到課文對不對 他在講我要講金的時候怎麼樣 才不會無雜 對不對什麼東西才不會無雜位置都定位好了什麼東西不會無雜 然後 主要的主題和次要的主題並就次要嘛才不會有彼此的互相賭一出 可見前面這個也是什麼 我們可能在做什麼什麼的時候才不會亂無長法雜亂 可見這個做一定是跟你要講金或者讀這個經題 它到底是什麼結構去了解它或者去發揮它 詮釋它的時候 要做的一些動作 那他為什麼用這個可能就是拿這個動作來比喻我們在讀解甚至講解的時候這個動作而已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講那個不要急著去查詞點雖然查詞點是好 習慣 可是不能光以像那個像我剛剛講強詞點也算一個功夫嘛 這其實我們也有啊就第10個 你不要什麼都靠第10個啊 這些有一次機會練習熟練的 自然慢慢 就會熟練沒有人家一步天天 你這時候才去查詞點我之前也講過 你這樣有推斷了心裡有個譜 再去看詞點詞點給你答案它是權威嘛 就像互相的一樣是 三千篇 大神起信任之後再去讀偶義大師的註解 不是一開始讀註解啊 開始讀註解就等於一開始就查詞點 一樣的道理啊 你自己有領悟再去看 請他們幫你作證嘛 何況你看查詞點 我們查大概一點 國學大師裡頭漢語大師 國學大師 不靈光的話就看著 打開這個網頁可以 因為他也是 漢語大師點的內容 你看怎麼辦都沒有 怎麼辦 你還是要自己讀嘛 所以這裡分兩條一個是你自己讀的第二個查詞點 查詞點沒有也不要氣餒就像這個 沒學過也不要去冷靜 去分析他的思考他像諸葛亮這樣 像佛福薩一樣 靜定暗律德嘛 沒有怎麼辦 之前我們越言是過了你可以少用一些關鍵字啊 你主要難的是什麼 款嘛 那你就去查款 看到沒有 P什麼導款 至少三個字一樣吧 自然只剩中間這個 為什麼他寫這個 字形結構 來我們應用一下 昨天要是沒練成的 對不對 這個雀 和這個雀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他是耳部 我換成什麼部 我換成 這個捷部嘛 這個捷部 這個捷部 這叫捷 這個捷手不一樣 左邊的骨還是一樣吧 他可能只是 字形結構換我 所以這個雀 我們先不看那個 先看這個 這個雀本來就可以 你看P雀導款 也是查得到他 他本來念系 還得了 假如是 剛剛那個雀 換成耳朵這個步驟 所以可以通孔隙的隙的話 那P雀就打孔隙 那P雀 縫隙 縫隙是不是跟這個穴有關 有縫隙就有洞 洞穴嘛 雖然兩個是不一樣 可是很類似的東西 P這個穴 縫隙 為什麼要P縫隙 一個東西 假如裂的話 你要把它打斷 是不是P縫隙 很容易就斷 假如你打他沒有 裂痕的地方 是不容易斷 所以P雀 只要是P它的話 當然我們通常是P P才 P才是哪個P 是這個P也不對 是這個P 只是有聲 通常 同音可能 異就通 雖然不是通則 可是可以這樣懷疑合理的懷疑 那這個P可能也是通這個P 有可能 古人寫錯別字 因為這個P通常是批評批判 那不是在批東西嘛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 你看 不要急著查指點 你急著查有時候 你應該吃點沒有 你也慌了 以為就指點收不全 我之前有分享我的經驗 大學我的程度就有 那吃點不好 是我們不好 不是人家不好 他還是有收 換個字你就死 太呆了嘛 我們人是靈活 這才叫正學 不是嗎 那這個戲還可以做信事 帶回二座 你看有兩張彩券 他有兩個意思就表示有兩張彩券 兩張彩券你要回去對講 哪一個對 這裡當然不是講人的信事 我要取也取戲 那我們回去他前面P戲倒 你看他還念戲 那就沒問題 P戲倒款 我們看前面這裡也是念戲 所以 他應該就是縫戲 通風戲的戲 你看戲通戲也是因為什麼 同音通甲嗎 難道不能P對P 同音通甲嗎 來我們看一下P 查P一樣會 你看看他有沒有通那個P字 動詞嗎 用手擊打 你看 我們通常批評是不是用手擊打 當然不是 可是你看那個字本來就是從手部啊 所以他 從手部 他跟手的動作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好懷疑的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他這個可能是他的本意 你看 馬上來了P抗導勳 這裡是導勳 這個是導款 又來了 他是這個導 我們是這個導 喔 又來了是不是又同音通甲還是導跟導到現在國語 發音都還一樣 還不是那個很難 通過古音學知識知道他聲音通不通 對不對 這個很像吧 P抗導區然後P戲導款 所以我才說他出自莊子 結果不是 他出自戰國策 那這個是什麼碰觸攻擊嗎 批評他是不是攻擊他是言語而已 可能因為這樣 原來是手部的攻擊 後來改成言語文字的攻擊 要批評 有沒有文章 變成語言文字的 所以你就奇怪 我本來以為批閱反正是用手寫文章 所以是不是從手部 就不是他其實是用手打 是不是 可是他這裡沒有說他通用P 我們查大一點字 沒有 沒有 我們看這個 大一點的詞典 這個假如慢的話 我們可以看漢典 漢典蠻快 漢典他漢語大詞典的 內容藏起來 可是他 詳細資料 他是沒有查 怎麼查成這個P 要查這個跟那個有莫通 找不到 找不到 只有這個這個是他引文不算 引身為打攻擊有什麼 一頭紮緊一頭 P乘細條那不是 那跟那個P沒有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在哪 P 好像大字典裡頭也沒有通 P了 我們看看漢語大字典吧 大字典不是大詞典 大詞典有時候不比大詞典差 有時候解釋還比大字典還要相信 奇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如果可以給他 縮小或者 變成直立的也不錯 用手 而且是手背反擊 還是這樣 反擊 手背去反 批就有極 批和極是別的運字 兩個都是1的運 看到沒有 通吧 斜批消不就是批嗎 批消就是批財嘛 消財啊 你看他不收 這裡也沒講 怎麼會勒 有批消 有啦 可是他這還多了一個斜批 對不對 他出現批字啦 一樣嘛 可是我們這當然是剛剛不知道原來批就是用手背去攻擊或還擊 所以我們在想可能是通這個 字典幫我們印證真的有通 是同音字或聲音很像的然後常會通 這沒什麼大學問就像現在人會寫同音錯別字 古人錯了你不能給他改啊 改了就不是他的文章是你的 就只好說通假字 所以這個假字很妙是借來的字其實也是假的字 真的是不是這個 真正嘛 真正有這個詞會真就是正正就正確不是嗎 好我們回到這裡 看看P 係 就查係吧 所以很明顯他這裡的雀應該是念係 要通係才對 那這為什麼通呢 剛剛已經跟你們講字形結構 換部手吧 你看 這個 讀這個花了多少招式啊 相對為止先抓動詞和單字想復詞對不對 交錯的應用啊 我們的課為什麼那麼花時間 一起讀 有價值 而且 Isewill 我發誓佛弟子不能望遠 我不是先備課 給你準備來上課 我上國文課還會這樣 我們這個一起讀的是 我沒有 沒有上耶 我雖然別的一起讀 有時候可能會 可是我們這次禮平老這個 我以後可能也類似 就像這一次 這一次是一個典範一個詩 以後就是 但是 我不會準備我是跟你一起讀白紙的完全是立片公白的 沒有任何的稱號 所以很花時間 你就可以完全知道我怎麼讀懂他呢 不是先給你準備好 壓著滑水 在水底下怎麼滑水都不知道 不告訴你 回來看P系導款吧 他是導款 我們 我們剛剛是有 只有導款嗎 就是 真的導款因為我們是找導款嗎對導款 P系導款 他這一定跑掉 還有 款是什麼 你看款是不是空 你看 系是系的妹這個同音同甲字 款跟空有什麼關係 哎呀 款跟空是不是都有 屑 自行結構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吧 自行結構可以幫助你到了 只是我們剛剛沒有盡全力去分析的款式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空隙嘛 細控我們講過如何導怪就是何如啊 出世間 然後 李平老這裡是什麼 我們開心視窗沒得跑掉了 檢視 可以開心視窗 然後這個標題你看就會 變得冒號 因為我們開了兩個視窗 同一個文件同樣是內典講義 做之研究的講義 你看回到 客文 我們在講這裡的時候 出世吧 出世吧還是哪裡 自己回去看相關影音 我有空我也會把相關影音的那個 那個什麼 嗯 連結 時間軸貼過來 方便什麼後來參考 可是你們學習的 自己要這個 求浩學的心 出世就是世出嘛 我們常講世出世間對不對 在講這裡我們提過你看倒序重組 他原來字意還是一樣 像上海原來是海上嘛 後來才導成上海變成一個專有名詞 這裡也一樣啊 來你看我們要回到剛剛的位子 只要 關掉他 回到我們文件就回來了對不對 所以位子不會跑掉 那款系不就空系嗎就系控 系通系 這裡幫我們解釋 你看這個是字形的關係 這個是什麼 聲音的關係 所以我們那個方法叫什麼 行音意嘛 字形結構 還有包括兼差好像能去兼差 包括音和意的關係 這個是因為聲音的關係 所以是意通 這個是因為字形的關係 不守的關係 反而字意有點空 所以系款都是空系 相對位子是不是有相關之意 對啊 那批導也有嘛 導是什麼 批卻 B系導款比喻 凡事得其要理 就可以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 你看他說 沒錯嘛 出自莊子 剛剛雖然那個 批是出自戰國策 批大系導大款 故其 因其故然 因就因尋苟且的因 這裡去尋著 他的誰的 這裡是講一個故事 這個袍丁解牛的故事啊 所以 迎刃而解這個成語 你可以去查也是出自袍丁解牛 我們把這個 花花的擦掉 用個橡皮擦就擦掉 既然沒有 太誇張了 袍丁解牛是出自裝子嘛 就是養生主 營刃而解也是從這裡嘛 因為陶丁是拿著這個刀去剖那個牛 所以 那個牛的任何的關節就會營著 營就是膩 我們切下去一定那個肉的方向跟我們是膩方向嘛 營接就是膩的方向才能營接啊 順的方向我永遠接不到你 接不到球 所以營刃而解 那個肉體骨頭跟刀接合的地方就怎樣 鵝就順利的解開了 會劈開了 有時那個袍丁很會把這個牛解體 分解 施解 他如何那麼厲害 因為他都是 找那個大的細 大的風隙 然後找大的這個空隙 那個穴 穴道啊 或者空隙 去殺 不是直接砍骨頭 骨頭你再立的刀也砍不光 讓他把刀子砍爛 他這裡把牛解掉了 可能 關節跟關節之間的縫隙 中間有斤 切斤就容易了 刀不會受損 類似這樣 那一樣到底禮賓老回到二座我們這裡是禮賓老說一個文章 他有枝節嗎 他有各個文字連在一起 假如你可以把他的關節結構 分析清楚的話 任何難題 很像我們現在縮解和解讀嘛 對不對 這樣把解讀之後任何難題難讀的文章你都看得懂 類似這樣不就迎刃而解 困難迎刃而解 是這樣 所以P系導管而不無傻 P系導管就是我們要解讀這些文章就好像殺那條 割那條牛的 屍體肉體一樣 我們就可以得其要領就不會 那麼難讀了 當我們在解讀這個文章的時候就不會 這個亂無章法 而且讀的亂七八糟甚至讀不懂 甚至會錯聯誉 就是這樣 他是藉由P系導管來比喻 解讀文章 你看我們解讀是不是也要贏任何解 你讀懂一個東西 解讀一個文章 也有這個解 贏任何解的解 豪丁解牛的解 不是嗎 這個解本來就是一個牛在右下角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他本來就有一頭牛在右下角 一把刀在牛的上面 把牛跟牛角分開就叫解 你看這有角 牛角 解開來 解本來的意思就是類似這樣 不信我們查一下 有一個叫 古經文字集成的 對不對 已經做成那個書籤了所以很快就可以找到 你看解字甲骨文原文看他字原是有哪些字 本來就是甲骨文只有一個 本來可能是魚了還不是牛 有魚有牛還沒有刀 這不是牛 這是腳 對不起 這是腳 這是腳 你看這裡才出現的刀 一把刀 他的意思本來應該就是要把這個 你看看一下書文解釋看有沒有沒有的話看史太尼詹之類 判也就是分割嘛 一刀兩瓣就叫判 從刀從判牛角 原來你看 用刀分割動物或者那個人 解開 這個漢語大詞典他可能是後來的 比較 你要查這個 國學大師的因為他有掃描版 我們可以看到他通常本意會放在前面甚至會加以說明那個字的最初結構 解釋你看漢語大詞典看一下他掃描版 不錯 國學大師最近跑得比較順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像我這個因為讓他跑順一點會 拿掉廣告 廣告會遮住 有機會也幫他點一下廣告支持他 甚至捐款都可以 贊助他 我們現在那麼好用他的東西 解釋看下一頁 所以你打開這個可能跟我們不一樣他廣告很多因為我加了一個外掛 有時候開網頁啊或者 會比較快而且 那網頁比較清新 清爽不會那麼多廣告 而且最重要是有些廣告很不雅 我們現在是錄影教學 假如他有一些比較曖昧甚至黃色的廣告就不太適合 等不住也是必須 你看他這裡叫用刀分割動物或者 他只不過後面的引文他就省略 他只取前面 那這裡有商城座就是我剛講他會對古文字的結構再解釋一下 英勳文字那邊他講 這個 這個解原來這個解這個字啊 你看他的寫法 有這樣的寫法 原來是象徵著 或形象 像是象徵著 象形的象 象形兩個手結牛角兩隻手 然後這兩個筆號下其禪迷 禪迷就是 牛角剩下的 那個殘渣 你解開之後可能有血啊或者碎肉啊 類似這樣 那兩條 這是上城座先生的說法 當然也必要認同他是一個參考 總之又跟解牛有關 所以跑丁解牛他其實是用本意 我們開滿多的就關掉了 所以你看為這個花這個時間是幹嘛 一定有他價值的地方 不是說 我們愛鬼扯 你這樣才真的覺得我的國文程度真的是提升的 不是有給我一個注釋或翻譯 然後回來這第1系跑款 P就P肯你看 看 對啊 是不是 這不是很爽嗎 這些偶遺大師幫胡曉玲老師印證啊 那島你看 浮島嘛 沿著什麼 我們剛剛這時候好像洞穴 要讓他疏通什麼 他不會沿 島也對啊 我們浮島就是讓你沿著正確的道路走 導引我們說向導對不對 那旅遊的向導導引也是啊 就是這樣 那導款就是 跟著 這個款穴 脈絡的那個縫隙去走 就不會去砍到硬骨頭嘛 刀子才不會壞掉 牛又結得漂亮 大家知道那這裡是講解牛 或者不解任何問題 這裡是指什麼解文章的問題 你講經說法前 對經文的理解 甚至 要準備講經的時候如何安排你的文章結構 都是啊 所以這樣完全都知道了 黎兵老這裡為什麼用這個的意思 已經35分 你看 這雖然是 這個詞是指 這 這雖然是文藝的墨鏡 然亦只是理賴事分明 豈能呼而不求 奢談玄妙 這個 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能夠把這個 講經的 這件事啊 必先 我們第一次講那個者是指 事情 這一件事 講經這件事 也可以 這裡你要讀成講經的人也可以 因為講也可以是動詞啊 講經是指一個動作 假如不只一件事的話 只一件事這裡念者 這比較對 名詞加者 那假如是動詞 偏重動詞 講經的人 必先祥明其總分結構 方能怎麼樣 好像也對啊 講經這件事 必先要註意什麼 註意事項也是對啊 對錯問題 代歐熱作只要讀得通的都是對的答案 不一定說一定是兩經的人或講經這件事 這裡是兩個都可以有奇異 兩可 那這樣的作法 你看如果是 他後面是講記憶 所以這裡應該講 事情會比較好 前後比較一致 假如你前面講人後面又說這雖然是文藝末記的話 其實也可以 它是指 這個詞就是帶什麼 後面這個線 當然不是講的 假如你這裡是講講經這件事 這個詞就會帶整個全面這一句 這樣做 雖然是文 所以我說 我還是讀成講經這件事會更好一點 對不對 滿分 可能講經的人 就不能帶講經的人 文藝末記 人怎麼會 是技能呢 人跟技能不對的 不能是 修持上就變得很有問題 他就只能帶這部分 可是假如是講經這件事他就可以整個帶 這件事哪件事就這一件事我圈起來 反白起來 雖然是文藝上的末記 知為末節 雕蟲小記 末記末就是比較不重要 本末 本當然比較重要 就像剛的兵主 主當然比較重要 文藝就不細講 文章啊 藝術上啊 對不對 那這裡當然是指讀書上 文學上 或經文上 經學上的末記 不是最重要的技能技術 就像我們教你怎麼讀 懂古文也是一個技巧 但是呢 然而呢 然而嘛 單字講復詞就但是 意子事理卻賴事分明 但是 什麼東西的意子 什麼東西的事理 當然是經文裡頭的意子 就是經學如海前面這裡 一定要把經體 所以這叫分析心體 經體的這個總體和細部都弄清楚 經文裡頭含的意子 還有他的事理 還有賴 這樣的做法來分明 這個是 也是齒的意思 跟那個齒一樣 前面用齒後面用齒換齒 賴是依賴 依賴這 這個又是齒啦 齒是這嘛 依賴什麼東西往前找 依賴這樣做文藝末記 就是前面這個 經文裡頭的意子和事理 要依賴這樣做 這樣的文藝末記才能分明 分明我們就不要講不細講 時間也蠻多 以後都常會碰到有機會我們再細講 今天講這個已經值回票價 分明也許你們都很清楚 最重要是這裡 然意子這是什麼 先抓主詞什麼東西的意子和事理 當然是經文 你講經就講什麼東西 講經啊 還有回到二座 這也是經體 甚至回到前面去 講經學 真的 回到二座別忘了前面談什麼 或者我們這部分談什麼主題 當然是經體 所以經體就講這個經書 經書裡頭的事理和意子 意子 指教他的文藝啊他的要旨 他的佛旨 他的宗旨 他想要表達什麼意思 所以這裡主要是他省略了什麼東西 意思是你補回去天字還原天對了 這裡是因為他省略主持人找對主持才添回去 這輪於八和五的合作無間 這裡就破解了 那這裡比較難的事是詞 賴你要想到依賴不是賴先真賴交解的信 跟前面那個系一樣 P系導款你不能用 那黎秉堂這裡說雀 因為雀和系只是換部首 你不信你查大一點 剛剛我沒有花時間講 雀和系是會通的 可是當雀和系通的時候當然 有時候是 這個字念雀 有時候是像黎秉堂這裡就要念系 不能再念雀了 因為他是通這個意 他是通這個系 這個意是空系的系 所以這裡要念P系 可是有些文章你會看到他雀怎麼樣雀式 我們講的雀式雀他雀用耳朵這個雀 這時候你這個字法要念念雀 不能念系 像國語詞典這裡 只收系這音就不全了 你不信你 這裡查一下吧 我們就不多花時間了 因為剛剛這裡略過 他也有通 他同系 詳細資料 或者我們漢語大字典 我們看一下現在算我們就多看 你看 通系 怎麼可能他也有通雀 這個我絕對確定 古書看好多了 他議題都會寫成那個 這叫什麼大字典啊 代成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看看大詞典可能還比較好 我覺得他很大字典不知道怎麼搞的啊 叫大字典的時候它是收字大嘛 解釋不一定大 你看 通系 第2個第1個是這個國語言第2個 第3個還信 這也沒有 怎麼那麼爛 那是什麼有呢 顧訓匯轉呢 古幻與詞典呢 不要怪我們花時間這就是你看到我怎麼把問題弄懂 讀懂的過程 所以有人來問我說你幫我注釋翻譯你知道我後面背後 鴨子滑水用的哪些功夫嗎 我現在就是 實境秀 全拍給你看 跟我要個注釋翻譯跟我開個口就好 就像那個網路上面很多要注釋翻譯 你要學的是學我們這個 不是我拿給你那個 否則你永遠也不會 假借為系一樣的系 奇怪 卻明明有啊 絕對不是我系這個我是非常有古書太常看到 兩個幾乎在古 以前你看的那個印的古書有沒有 又來了你看 這裡終於有了 系是系的異體字 卻和 系的音異都不同 什麼什麼 可是卻 卻表示退卻 所以從這個 你看後世典籍 常護耳 對不對 互相亂 所以他這個比較嚴謹 我講的比較不專業 應該是護耳才是標準 我說通用 通用其實也沒錯那是什麼 雞飛就成事了 就變通用 金本由盛 終於有了啊 我沒有虎爛吧 甚至你查異體字字典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要注意這個他都會跳出一個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封鎖他彈出的視窗 你看雀的一體字 他本來會跑出一個彈出視窗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後來都 跑不出來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封鎖 預設是封鎖 那就永遠執行吧 可能是因為他 沒讓他彈出視窗他就一直給我出錯 查卻有沒有這個議題 哇那我看是他有問題囉 重新載入了 咦 怎麼變這一個 感覺我的意思要引起 可以了 你看可以了 可能就是一定要你 開啟不要防止彈出視窗 我再試一次啊 異體字字典 查卻 應該要跑那麼晚 他應該雀也會收 他假如收異體字的話就是我說的雞胚城市 他也承認這個變成 他的一個異體了 奇怪異體字 沒有的話我們就 還是不行 好吧那就步手筆劃 步手筆劃查卻 應該是二二話 捷步 應該是念捷我們學 順便學一下這個字 你看 應該他的問題 好那麼慢 來有點卡卡的 七話 沒有 沒有 有嗎 那有一個另外一個異體字字典可以看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也可以看到異體字 可是他異體字這個不是那個 還有一個 焊點也可以 雀 所有這些 有沒有看到可是他這個是多了兩撇的細 不是 那個細 所以他認為多了四個來 他認為這個是 你看他 這個說他是 你看我們點進來嘛這個是他的異體結果 他又是他的異體那不就表示兩個痛 對啊 反正就混亂 只有剛剛那一本字典講的最嚴謹 他說是額悟 就是錯誤 大家弄錯了因為字型太像了弄錯了 是兩個事 這件事雖然是哪件事呢 前面提這個 要先 祥明其總分結構 這件事雖然是文藝的墨基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整個都戴 其實他最精華是講那個 必先祥明其結構 然一裡是以賴這樣做法 要祥明總分的結構 總分的結構才能分明 其能哪裡能夠怎麼樣 忽而不求 忽就忽視 不看重 而不去 講求他 你也可以翻成追求 求求得什麼 你看我剛剛 頓了一下就是 追求不太對 趕快再想另外一個附詞 這是哪個方法 單字想附詞 戴回二座絕對不太對 再換另外一個 講求就很棒 對不對 講究 從講求想到講求 再從講想到講究 翻回來 戴回二座去翻 哪裡能夠忽視而不講究呢 對不對 不是就最好了嗎 翻譯是這樣來了 先解讀再翻譯 奢談玄妙 哪裡能夠忽視而不講求 然後不講求 反而跑而去奢談玄妙 你看他這裡講墨妙 其實是本妙 他這裡當然謙稱這裡雖然是 之為墨妙 可是卻是 所有講經的根本 為什麼從他後面這一句就知道 為什麼也會有人奢談玄妙 因為不根據經文嗎 不根據原來經文怎麼寫 他的篇章結構不是 總體的結構或部分的結構來 根據新聞去產發 而是用自己的理解在他 彈玄說妙 就是彈玄 彈玄說妙 你看他用一個談字 刮了下面兩個字 對不對 然後再用一個奢字 修飾談字 懂嗎 所以奢是形容詞 奢 奢就是什麼 恥 暗字講說奢恥 所以有一個詞會就有恥言 恥談 對不對 恥談恥言就說大話 恥你看 右邊有多的意思 多就有大的意思 我們講奢恥也就是揮霍 揮霍無度 揮霍量很大 所以他都有大 這裡奢談玄妙 大談玄妙 大說特首 談玄說妙 他只是沒有說妙 對不對 要湊成四個字 那這裡奢字就強調你這種談玄妙 是很奢 奢恥的不切實際的 大言不慘的大 對不對 奢恥的意思 我們這一節課剛好50分鐘就到此圓滿 謝謝大家 希望等下 我再花點時間好 本來今天一節課就好 因為這裡花好多時間 可是這樣 實境秀實際錄起來你也知道我如何讀懂 你今天來跟我要注釋翻譯我也是這樣讀懂 花了一個鐘頭 50分鐘的時間 今天這50分鐘完全秀給你看了 實境秀完全露給你看 你拿去就是你的 以後有困難 也許要花那些時間 可是不會像別人的讀不懂 失去跟人家要素釋翻譯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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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